在神的心中,有一个从亘古以来就有的渴望。 当他说,天是我的座位,地是我的脚凳,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遇,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? 他的渴望是有一个安息之所,不仅仅是居住探访的地方。 他不是要来了,探望又走了。 他渴望停住,停留,他希望安歇。 我们活在这样的季节里面,当那渴望的声音回响在我们心中, 在每一个国家,肤色,种族里面,他都希望能够预备我们有一个安息之所。 这不仅仅是在列国当中,而是在我们的生活,在我们的家庭,非常靠近我们的。 在2020暂停的这一年当中,我们和家人有这么多相处的时间。 我理解到这是神的渴望。 每一个家庭的状况都是非常独特的。 在我们家里面,神会在我们用餐的时候和我们同在, 或是当我们一起做一个计划,践行,或者是一起敬拜的时候, 身为一个母亲,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来喂养并将这些时间带入生命。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认识的。 我一直以为好像要去别的地方,要去教会,在别的建筑物,在特会当中。 但我理解到这么宝贵的时间,其实就是在我们个人的家里。 我们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,但是当我们全家在一起一同这样的渴望的时候, 他真的在我们当中。 我们活在这样的时刻,是要满足他心中渴望的时刻, 让我们给神一个安息的地方,在我们的心中,在我们的家中, 也当我们与其他家庭在一起的时候,神有一个可安息之所。